好 我现在可以把画的是第四题的部分 第四题 来我们看一下 复习一下正多边形 我们用正多边形 来画这个正三角形 来多边形的快速键是POL Enter一下以后 给它3 Enter一下以后 再打上1 代表要切换到我们的编长模式 Enter一下以后 找个地方当起点这样子 拉出来之后 打上90 Enter 好 正三角形就出来了 对对对 好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把它copy到另外一个档案好了 好 来 那我们开始了 里面三个圆怎么画 很简单 麻烦各位画一条直线 从正三角形的顶点先下来 顶点点一下 垂直画到底下的终点点下去 Enter 底下两个圆先画就对了 来我们用相切相切相切 相切 哪一条线先点都没关系 连续的把这三条线点下来 圆就出来了 再做一次相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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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隔壁的那一颗也起来 好了 这一条垂直线被删掉了 最后一样是相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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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 相切点一条线 相切点一个圆 再相切另外一个圆 好这一题我们就画完了 好开始来查答案 来第一个他问你 甜色的区域面积 好来各位请看 我们这次用boundary边界来查 那各位呢 我们为了让各位比较清楚一点 我刻意的先换个颜色 好来为什么呢 因为呢边界呢 他会把你点下去的封闭的区域呢 他会把那个区域啊 copy copy一个边界出来 好 那我刻意的先选颜色 是让他等一下copy这个边界出来之后呢 会上我们的红色 他的边边就变成红色 这样比较清楚 好来现在呢 boundary的快速键VO 他的按钮在这里 各位你看一下 他就在填充线 旁边的按钮按下去 边界在这里 在这里 在最底下这边 请各位注意一下 已经跟你讲在哪里了 来现在呢 我们用快速键来做VO enter一下 这时候呢 他会出现这个功能表 记住 我们要查的是面积 所以请各位务必 物件类型 你要选面域 用面域的话呢 可以查面积跟周场 好 选了面域之后呢 按一下这个点选点的按钮 点一下以后呢 他滑鼠会先收起来 你就到你要查的那个区域啊 建立面域的区域呢 改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他会自动的去搜寻 找到你点下去的 这一个封闭的区域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这个区域 是围出来的 是围出来的 所以呢像这种 像这一体的啊 我们就不能够用面域 这个指令来做 不行 要用边界 或者用我们刚刚讲的填充线来做 OK 好 现在点下去了 按enter 好 这时候他就完成了 他就找到这个封闭的区域呢 同时会把这个区域 copy一个一模一样的边界出来 哦 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先选颜色 我再去扁的哦 要只让你知道说 他有这个特性 好 那现在呢 哦各位 我们用list Li 一样滑鼠 这时候不能在里面哦 在这康康啊 你要放在外面才行 而只要确认一下哦 他整个这个区域有没有亮起来 你虽然是一样的颜色 可是他亮起来 应该你也可以看得到吧 好 选到他呢 按enter 好 来各位看到了没有 你家面积在这里 周长在这里 来面积呢 185.7997 对不对 哦 185.7997 你查出来的 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呢 然后你没有选到边 你会把他边边点到 好你点到的时候 他也没有一起亮起来 他的周围有没有亮起来 跟颜色没有关系 跟颜色没有关系 来我看一下你的 有啦 来 来 滑鼠放上去 是不是一起都亮起来了 代表你这个就是边界去建立了 来用list li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就先放着就好 先打指令 enter 好用框框去点他 对点到了 按enter 点完按enter 他就在等你啊 185.7997 有没有一样啊 有 就代表你的造型呢 画的跟我是一样的大小啊 哦 这样会了吗 哦 这就是第四题 面积的查询 来 那请问一下A到B的距离多少 那你们先查一下 请问A到B的距离多少 63 63 63 你查出来看里面跟隔壁的一样 我们查一下哈 3 3 3 4 4 5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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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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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7 8 拉到V点 三角形的最右下角这个点 这样子的 答案63.6396 没错吧 63.6396 OK哈 你看你要用快速键去查 还是要点那个测量去查 都可以 都可以哈 所以你画错了 代表你画错了 大小跟人家跟我们不一样 有空你再重发一次吧 好OK来继续 请各位画一下第五题 隔壁27页的第五题 蛋糕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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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